就是大司马 然后选择挑战大司马的 好像是这里面游戏玩的比较多 没事看直播看的也比较多的 有事也看 有事没事都来看直播的王建国 是我 我的好朋友王建国呢 在上一轮亲手干掉了 他夺冠户上最大的障碍 就是那把吉他 王建国亲手击乱了他 现在在土擦大会的舞台上 王建国争夺亚军 已经没有什么对手了 我认为有请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讲这场是半决赛了是吧 这次我要是在侥幸入围呢 那就只剩下最终一战 胜利就在眼前了朋友们 我仿佛就能感觉到 又一个亚军就向我招手 拿习惯了拿习惯了 不拿不得劲 就总拿亚军这个事呢 大伙也经常劝我 说建国你看开一点 这也是一种荣耀啊 这就好比奥运会 他们呢都是流水的金牌 只有你铁打的银牌 我说铁打的那叫铁牌 你说都给我发银牌了 好歹往里面搁点银呗 行吗 这都是什么银呐 这金银这些个玩意呢 大司马老师他就研究的 就比我透彻啊 人家打英雄联盟专业打的嘛 常年奋战的这个金银断位 总直播打黄金局 挺厉害的 你要知道就黄金上面 就没啥排名了已经 你看银上面是金 金上面就只有铁金 钻石 大师 宗师和王者嘛 就啥概念呢 就你作为一个主播 你个断位就不能再低了 再低就进地库了 那都不能叫断位 那叫车位 就这还好意思号称自己战绩不错啊 赢得居多 你废话你可不赢得居多吗 你一个专业运动员 你就混进幼儿园 跟小孩比赛跑 你还赢得居多 你输的时候是咋输的呢 你是没带腿吗 你就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啊 就是大司马 为什么 就说这六个字啊 就后面不用跟东西 就是大司马 为什么 这六个字 你就能收到各种标题 大司马为什么被黑 大司马为什么打得这么菜 大司马为什么凉了 你看这些问题多浪漫 他们是彼此的答案 为什么凉了被黑的吗 为什么被黑打得菜吗 为什么打得菜 人家怎么知道吗 就大司马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问题就是他亲自上网问的 为啥 你说我们就爱打游戏的人 对大司马这么多抱怨呢 因为大司马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失误 人家大司马都有词为自己辩解 技能扔偏了 这波不亏 被反杀了 这波不亏 卖顿友了 这波不亏 那你最后是咋输的呢 你这些波都不亏 为什么加在一起就亏了呢 我就特别正正的望着你 正正得赋了 队友被抓 你不帮弹幕骂你 大伙也看到了 跟人说 你们就只想到了第二层 你们以为我在第一层 其实我在第五层 说完完事了 那你是不是好歹解释解释 第五层到底啥意思啊 你就看到你那个队伍的比分啊 都凉透了 第五层为啥这么冷啊 第五层是平六层嘛 后来就因为 像我这般愤怒的网友 出于对大司马的失望 把他的这些就是诡辩啊 剪成了鬼畜视频 发到了网上 大伙看完视频都疯了 纷纷表示 这太逗了 真好看 大司马因此翻红了 还有网法吗 还有法律吗 罗湘老师 这事你不管我吗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就是游戏打的菜啊 法律允许 但是不提倡 对吧 但是这个事 还需要劳烦法律 不提倡吗 谁能提倡啊 罗湘老师也是挺忙的 我知道 一来我们这儿就讨论哲学家 一回去就跟人普及 狗咬了你 你能不能咬狗这种问题 对不对 嘴里说的都是苏格拉底 心里想的都是拉不拉多 别这样 不好意思 你也为我们考虑考虑 是不是 管管大司马 因为一会儿 大司马要上台 您就抓住他 不让他上来 你就对着他一顿训斥 训斥完之后 他能不能改 我不知道 但只要他上不了台 我就晋级了 谢谢罗湘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王建国 喜欢王建国的朋友 不要忘记